是何大人呢 没啊 没 天津萝卜您是信里没啊 要回家了 是是是 托了何大人的福啊 皇上恩准我搭何大人的便车返乡了 这叫什么话 皇上就那么抠吗 插着一辆车让你搭我的便车 何大人您这话什么意思 皇上是让你盯着我啊 何大人您瞧您说的这话真是 我盯着您呢 我藏老几呀 我有那么大本事吗 何大人 您那点招数啊 我看都看不明白 你知道说了句实话 我那个招数 如果能让你看出来 那我还是何生 告诉你 这扑天之下能治我和身的人还没生出来 何大人怎么了 我这 撑着吧 嘚瑟呀 嘚瑟嘛 别说了 快给我炸锅炸锅 炸锅炸锅 又说这一次 就是我们满足老话 就是炙一炙 哦 炙一炙 炙一炙 已经说炙一炙 让我给您炙一炙 你给我炙 我要给您炙一炙 土�j 你炙一炙 你炙一炙 好了吗 何大人 真不错 所以说 何大人 别说这种大话 这天底下能治你的人 他就是我 所以说 皇上让我跟您同车 是否让我照顾您 免得您一路劳顿 老毛病再犯了 回头一趴去 您再起不来了 乌鸦嘴 又招我 皇上驾到 起来吧 起来吧 谢皇上 何人呢 奴才在 朕委任一位钦差大臣 去扬州调查十大罪的主谋 奴才一定不辜负万岁爷的重托 与你同行的还有一位 奴才猜到了 一定是这位郎中 这是万岁爷对奴才最大的关系 不是郎中 是位格格 他也要下扬州 格格 你坐视牢靠 太后也放心 这一路就由你来照顾格格 皇上放心 奴才一定服侍好格格 但不知是哪位格格呀 奖委 请格格 喳 有请格格 可不可以 是鼠体和拥ünkнос 指的 为吴 你带 squ飙 真刚刚认她为玉妹妹 就是格格 大梅 那你 我现在是玉妹了 以后大梅可不是你叫的 她是梅格格 梅格格 见了梅格格还站着干什么 没礼节了 我 和珅 安见格格 平身 谢格格 那我 皇上 我也得跪她呀 但是我老婆我跪她不好看呢 你呀 回家跪就行了 谢格格 江苏暗茶室王谷 扬州之府刘永利 叩见何大人 都起来吧 谢何大人 江苏暗茶室王谷 率领本府上下在此恭候何大人 已经多时了 扬州之府刘永利 拜见何大人 出来吧 何大人 人家可是请你的 我们下车干什么呀 就是 你以为我让你呢 我是 宫营格格 风光过了 我现在呀 再也不管皇帝的事了 对 我们到家了 什么都不管了 你们可以不管 高高兴气的回家 我行吗 你们是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啊 我呀 还得硬撑下去 来了这么多人 我不应付行吗 何大人 皇上可让你微服啊 你搞那么行尸动众干嘛呀 我愿意这样吗 我是谁呀 何慎 我一出金鸾殿 不管走到哪儿 放个屁都会惊天动地 我微服也好 官服也好 他们早就派人打听到我来了 寸实的 这什么大叫小怪的 你也是 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了 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行了 快请下来吧 何大人请 和大人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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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呢 他们的 都已经走了 相信人来是告辞都不说 不懂规矩 老夏 你这还有客房吗 没有了 没有了 没了 请请请 来 请请 二位太客气了吧 哪里 哪里 不过今天本官实在没心思 吃饭呢 我想见一个人 何大人 您是想见 孙家干 孙家干 他现在在哪呢 何大人 他 他在大牢里 对啊 好 那带我到大牢里去 何大人 这菜凉了 他就不好吃了 对啊 别再啰嗦了 再耽搁下去 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吃牢饭 这 何大人 何大人 快啊 何大人 何大人 我娘呢 戏班的人呢 大美姐 郎州大哥 你们可回来了 西班人呢 官府到处抓人 弄得人心惶惶 西班没生意 都散了 散了 那我娘呢 跟西班班主走了 也不晓得去哪了 那官兵呢 那官兵到时候抓人怎么回事啊 官兵就像野狗似的 却疯了一样 看着什么人都像写了十大罪 动不动就抓人 我正在收拾东西 咬他回老家去 大哥 大嫂 你们可小心啊 一张十大罪 害了多少人呢 我的娘呢 她到底去哪了吗 没走多久 肯定还在城里 你们快去找吧 走吧 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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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我给他到大佬里再说 嗯 嗚 我 subs 哎 음 我告诉你 他们招惹谁了啊 的 是西边打罗的 对 打罗 他是我男人 是 是 我都认识他们 他们可都是好人 你认识是个屁 来啊 給我单下去 走 你们看一下 我告诉你们 今天哥 要不逼我 我还不霞我的家底 我要露出来 吓死你 对 吓死你 威哥哥在此 谁敢造次 参见哥哥 参见哥哥 小翠 还不快跑 刚生气有你好果子吃吗 哥哥受罪 快走 大妹姐 大妹姐 你可真行 把演戏的腰牌还带着 看不然他们都吓跑了 演戏的腰牌 算了 跟你也说不清楚 阿牛收拾东西赶紧回家 我走了 阿丽 我这哥哥怎么样 行 比我这皇上还像的 开玩笑 你那皇上是假的 我这哥哥可是真的 对对对 一真一假 的确不一样 走 赶紧找娘去吧 走